艾珊 不是我不帮你 是真帮不了 你要是让我拿个二三百万出来 还可以 就当是帮帮老同学了 可是一千万真没可能 除非阿尔法大爷忽然给我提高十个点 所以你就别在晚上耽误时间了 你还是多去拉一些小投资嘛 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你不是今天要去签合同的吗 是啊 之前的几个投资方 听说那个山西老板要进入 所以才答应加棒了 今天早上听说那个山西老板撤了 他们也就跟着撤了 都撤了 这帮孙子 可不都这样吗 那现在怎么办 我好说胆说 他们答应 只要我今天能够拉到一千万 他们就接着投 撤不胡扯呢吗 不 不是 海珊 你 你别这么看着我呀 达川 我知道这很过分 这完全是不情之情 可是我实在没辙了 好 好 合着你这半天给我下套呢 达川你千万不要当真 这份合同我答应不齐任何法律效应 我只是拿它去说服其他的投资方 行吗 不行不行不行 法律的事可不能儿戏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心的时候准备吃饭吧 好 菜来喽 来来 我来 小心 烫烫烫 我来我来我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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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山 来 你先尝尝 爸 您先吃吧 我先吃 味道好极的 有点点酸辣 我喜欢 小迪现在学会吃了啊 以前啊 她根本就不吃鱼 这国外讲单的孩子啊 没几个爱吃鱼的 怕麻烦 妈 你说吃鱼鱼我就吃了 有多吃点 来 不对 爸 这菜叫什么名字啊 这叫醋椒鱼 是用鲤鱼做的 就是 烫烫 做这道菜啊 鱼必须是活的 现在现做 这活鱼啊满大街都有 可是要做得好特别不容易 既不能有腥味 还要保持它的鲜呢 这是我头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鱼呢 好 你们多多吃点啊 就我爸骄傲的 这可是风泽园的秘方啊 这是你妈妈 从朋友那儿偷学来的手艺 传给了我 只不过是为了小迪啊 就少放了一点蜡的 真的做得挺讲究的 艾山 你去过风泽园吗 听说过 但没去过 袁坤啊 有空的时候啊 带艾山去一趟 那可是北京的老字号 我也要去 行 行 咱们啊带着大家一家的人全都去 行吗 好 既然先吃饭了 来 沈 你办学辛苦 我没法给你出钱 又只能给你出点利益 吐一顿好吃的 慰劳一下你 这话应该是我说 你这么辛苦还给我做饭吃 艾山 你的合同签得怎么样了 今天虽然是一波三折险相还生 但是结果呢还是可喜可贺的 好 妈 你会好多成余啊 那不就签个合同吗 有那么多惊险吗 来 先清喝一下 好 来 干杯 来 来 爸 一中说了您不能喝酒了 你不了解爸爸了吧 啤酒对我算什么 来 干杯 等等 我能喝 我能喝 等你长大了再喝 来 来 干杯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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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把这个给他们看 他们全都签了 还有一个追加了一百万 达川说得没错 这些小老板钱多着呢 但是光有钱没有判断力 所以只知道跟风 没想到 我没想到 达川能那么账呢 我的资产证明也是借他的 这回咱俩欠他不少 他对我们真的是不错 一开始他也不同意 后来我跟他说到孩子上学 还有小海归归属感的问题 好像挺触动他的 他说他小的时候 从农村来北京上学 跟到国外没什么两样 他还说要是大旅全下来了 说不定真给我们投那么多钱呢 这人到了年纪啊 都想做点什么 去添年轻时候的缺口吧 坤 你们那个指纹所的事 算了 算了 我们说好了互不干涉的 睡觉吧 刘倩蓉 倩蓉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明天 明天见 什么事啊 代理的事 成了 一边 二边 是 是 那 是 这 签了 怎么一点都不兴奋 没有啊 总不能手舞足蹈吧 谢谢你啊 签荣 专门陪我过来 还一直在外面等着 嗨 我就是不想让别人觉得 我在富人家面前指手画脚 恭喜你 谢谢 走吧 赶紧回去跟艾珊说一声 好让她放心 她找个什么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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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点的 给我点的 想雷雷了吧 我说过 现在雷雷可以去哪儿住 真谢谢你的慷慨 听说你给艾珊的学校投资了 也不全是吧 能帮就帮帮她呗 你现在真是立地成佛了 能不能好好说话 好 阿尔法代理的事怎么样了 你怎么关心起这个了 问问 还那样 是吗 是韩那样吗 是什么样 袁昆拿到SVT的代理了 那还是我帮的忙呢 给我看这个吧 没有看懂 那我给你简单地解释一下啊 袁昆拿到了SVT的代理 而SVT几周之后 将正式宣告兼并阿尔法 顺理成章 所有阿尔法的代理 此后将转至星光明下 听懂了吗 我特意从Frank那复印的 他们怎么会何变啊 这 这 这 没有人使过这事啊 怎么会这样啊 这种事会有人跟你说吗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可能给星光啊 你他妈搞什么鬼 我可没那么大能量 要说也只能说我跟袁昆配合的好 如果没你那么好的标书 没你帮忙弄资质证明 袁昆能不能拿得到还不一定呢 忽悠啊 袁昆绝对不会这么做 他不这么做 星光还活得下去 不可能 不可能 我都跟他掏心窝子了 他怎么可能这么害我 是吗 那如果他知道了雷雷的真相 知道你之前是怎么耍他 怎么骗他的呢 你们给我下套 你不是喜欢抢别人的孩子吗 现在柯维做了十年的代理 别别人抢了 感觉怎么样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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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这 倩蓉 我我我我我 你以后言婚的事我可不管啊 那你不能这么弄我呀 你回去跟你老公再说说 我我我可以再压低一些点 比星光低 我比他们更具有市场竞争力 这是生理 你老公也是生理人对吧 压到零怎么样 是吗 鲜蓉 我知道你恨我 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 但是 但是不管你怎么看我 不管我跟雷雷有没有 血缘关系 但是有一点你总得承认吧 我和你一样爱雷雷 静 静蓉 我想有些事你可能不知道 其实我知道你每天都到幼儿园的栏杆 外面看着雷雷 不叫 也不招呼 就那么看着 我头一次发现的时候 差一点冲过去跟你急 后来我反应过来以后 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现在你知道 我为什么主动把雷雷带你那儿去了吧 虽然你那么残酷的 拒绝了她 夏拙 我们都退一步吧 这样 以后每个月 累累都可以在你那儿住半个月 好吗 我们都不要赶尽杀绝好不好 负担科大人你再跟他说说 让他保留我的带领 啊 你是在拿我女儿跟我谈条件 不是 去死吧赵大川 你去问问袁坤答应我 我告诉你 我一定弄死柯维 看着你破诈 去看他 迎回女儿 你去看我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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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达川 你这 怎么了 来来来 快进来 来 谁啊 达川 怎么醉了呢 快进来坐吧 对 快进来 我去给你打杯开水 拿个毛巾 行 来来来 快进来 你打了 怎么晃到你这儿来了 对 对对对 资产证明那事 怎么样了 我正想去找你呢 银行说了 这事必须得你本人在 好 明天来找我 走了 达川 达川 我开车送你 我穿着衣服 别管我 下边有司机 达川 你怎么让他走了 哎 人呢 你怎么让他走了 这不错 这不错 我是 啊 你既然也不错 就是 是 好 好 袁总 这号都到我们了 赵总还没来啊 让后面的人先办吧 好 那现在怎么办 大川啊 快到了吧 在开会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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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忙你的 下周末 会不会有点晚啊 行 周四 周四 好嘞 好 好 怎么样 先回去吧 周四也太晚了 那其他水还得添了 人家答应借给我们 就已经很仗义了 但是 林树 你干嘛呢 雪儿 咱不欠他的了 天这么冷 放不着跟他跑前跑后呢 胡说什么呢 我没胡说 你放心雪儿 我一定能把你弄进SVT 对不起 袁总 你胡说什么呀 我先不如说进SVT了 雪儿 你不能这么过河拆桥 跟着他你还混什么呀 盛文所现在连测试都没测呢 低等到猴年马月啊 你怎么知道盛文所还没测试 我们SVT不也在研发吗 我还能猜不出来你们的进展吗 我都是为了你好 雪儿 你饿了吧 咱俩吃饭去呗 前面新开了个饭馆 以前只要是哪儿开个新饭馆 你都知道 还非得拉着我去 行 现在去吧 走 先生您好几位 有预定 这边请 怎么样雪儿 这儿还行吗 很好 你们中午休息多久 一个小时 才一个小时 小工资就是小工资 我们这边来玩什么 走走 林叔 林叔 和你好那段时间 我在你的技术能力上也没特上心 没想到你那么厉害啊 是不是进了SVT突然开的桥啊 算是吧 可我怎么听说 SVT对研发要求很高的 恨不得都清一色清华 你是怎么进去的呀 他们也许看着我的能力了吧 可你去那会儿 也没什么能力啊 连研发成果都没 雪儿 我们公司奖励我两个旅游名额 是日本 你跟我一块去呗 讨厌 那你话呢 还有 我看了报纸上 登的你那篇陈福记 怎么没听你在星光的事啊 SVT 是不是不知道你在星光干过呀 哎呀你别问了 你怎么问那么多呀 你不只有一小时时间吗 快点菜吧 我先上去洗手间 好我跟你说 你不标不太 你不想着想着 小姐 请问点餐吗 待会儿吧 刚才桌上的女孩吗 不知道 她叫星光梁 号码是13500903711 咱们公司只有两个姓梁的 我猜是梁冰 你快看看 我这里只有一个叫梁卫明的 已经不是她了 快看呐 看什么 我发现你有时候真是够笨的 袁总 我刚才看了林树的手机 伪裁相信她能研发出指纹所 这里面一定是有问题的 在她的通信记录里面 就有一个叫星光梁的 我猜问题肯定就出在这儿 快看看呐 袁总 一三七二九八三二十三二对吗 不对啊 这还能有谁呢 你会不会是搞错了 一个通信记录能说明什么呀 她怎么能认识星光的人呢 咱们公司里面就这么几个人 也从来没听谁提过 谁认识她呀 而且她为什么不用全名 而要用个星光梁呢 也许她根本就不姓梁 只是名字里有个梁字或者是谐音 反正是星光里的人 我们打打看 行 你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关机 我这儿没有这个号 你呢 我这儿肯定也没有啊 谁啊 那个发骚扰短信的人 怎么会呢 如果真的是连处找人给你发的 要遭受信息 那这个人为什么会叫星光梁呢 那为什么他要找星光的人 给你发这个信息呢 如果这个号码真的是星光的人 那星光一定有问题 如果我的直觉没错的话 进来 任总 你找我 坐 所有参与升文所研发的电脑 都架载了远程监控吧 对 不管是哪一台 只要进入界面系统就都能看到 好 明天一早开个会宣布一下 升文所的研发现在正式进入测试阶段 准备下个月发布 好 远总 您急晕了吧 照我说的做 你随便做一个测试程序 跟小宋几个说一下 这个事对外严格保密 一个字都不能说 那 测试范围的人越少越好 也就你我 还有小宋吧 好 我跟你说的 不要再跟第二个人说 明白吗 我明白 去吧 买东西买得都忘了时间了吧 你这么久都不找我 我都等乏了 您喝点什么 一杯果汁 好 您稍等 这架势 我看你是不想出来了 是吧 升文所就要发布了 你大概还不知道呢吧 当然知道啊 怎么想的 看起来啊 好吧 人和人不一样 我无法要求你像我一样有耐心 我说过的事我会去办 但要时间 你跟我堵什么气啊 你真能帮我进SVT啊 你认为呢 好 après Entry 在我的记者呢 他在库派对你的里面 非常满意 我原本打算这周 约你们要见一下 如果升文所抢一间 这件事儿 就又不好办了 上周SVT有个招聘会 我去试了想 Franco根本就不认输了 你根本连提都没提过我 我用的不是你的名字 我跟我在美国的威蜜打听过了 他说这边的销售主管都是美国人 都是总部直接派过来的 什么意思啊 不信我 三十万 姐 我可以帮你办最后这件事 你再给我三十万 你是不是以为我离不开你 姐 姐 没办法 我得保护自己 这么说 你是不打算进来自卫T了 你是不是以为我离不开我 思想 我 是不是 我 念不见我 谈你 我是不打算再做梦吧 我 是不打算再做梦吧 三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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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比较费在那里 如果我们收到房子 价格会上升 如果我们更年轻 我们可以到那里 在那里 它是国家 有更好的空气 和少许人 最重要 我的父母 一直在工作 我希望他们 要得更好的生活 Say no 我明白 你有我的话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东西给你 你稍改改 让研发部直接交给Frank 你不是一直说在开发上文版吗 就说刚刚弄好 知道了 姐 姐 你把许儿也弄进SVT吧 你说什么 我跟许儿和好呢 她还想来SVT 你帮帮忙呗 你没把这事告诉她吧 我 我干吗说这个呀 你是不是晕头了 你哪号人她不知道吗 姐 你什么意思嘛 她套你画了没有 没 没啊 没问什么要紧的 再说问了我也不说 她问什么了 就问我怎么进的SVT 你怎么说的 我说看中楼的潜能 姐 一句许儿真的发现我改变了 你改变了吗 你别傻了 雪儿现在不可能看上你 她是在利用你 我不管她为了什么 只要她愿意见我就好 你脑子被呼了 姐 那你这么费尽心机做这些 又为了什么 许儿没跟我和好 我本来以为能和好来着 可是前两天吃饭的时候 我上了趟厕所她就不见了 后来打电话她也不接 我到楼底下等了她 她见了我就跑 我想把她弄进SVT 好用这个借口再去找她 可是我觉得 她根本不想过来 你是不是吃饭的时候 跟她说什么了 让她已经找到她想要的了 所以不再理你了 没 没说什么呀 会不会是那个姓梁的 说漏了什么 我真的什么也没说 这样 你给雪儿发个信息 就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她 把她约出来 就约在中关村西街的那个咖啡馆 你知道那个咖啡馆吗 那有什么重要的事啊 没重要的事 什么事都没有 你就是把人约出来 让她出现在那个咖啡馆 知道吗 好好好 你就负责把人约出来 其他的不用你管了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让别人不能相信雪儿的话 听懂了吗 你约吧 今天非得拿下 别急啊 指量第一 那当然了 我打印了 你再看看 嗯 这个不错 抓住正点了 这不就第一稿的第一张吗 好像线条粗了点啊 嗯 看来啊挑来挑去 还就是老得好啊 艾山 倩蓉 你怎么来了 啊 服务员怎么还不来 找我是不是帮我找到了 投资学校的大老板啊 瞧把你急的 待会儿说哈 服务员你先跟我们来两杯咖啡吧 哎 那个人 不是SVT的吗 想起来了 SVT指纹版的设计师 庆功会上 我跟弗兰克专门去见过他 真是年轻有为啊 我说怪不得 弗兰克最近怎么跟我抱怨呢 说他最近状态不好 原来是谈恋爱了呀 人家正是谈恋爱的年轻 一起作业聊聊嘛 还要玩这么写的吗 怎么了艾山 没什么 来跟我讲讲投资的事吧 嗨 大老板倒是没找到 但是呢找到了一个美国风投 专门投资效益领域的 弗兰克认识他们主管 他也觉得你应该去试试 就是人家在美国呢 中国办事处在哪儿啊 五眼 十五眼 十五眼 十四眼 十五眼 十五眼 十六眼 回到远方 太平洋的月亮 是漫步太空的光 谁在向往 回忆里的余温 却让指尖更亮 我已环游是假 为什么还在渴望 忘不了的吗 召唤我返航 多想和你一起去闯 回到那陌生的故乡 连走连长 用尽为传承 收起的掌声在梦中发光 多想和你一起去闯 忘了那曲折的旧伤 红尘交错 听听我的心 生命的纪念 泪水没发很凉 多辛苦 多辛苦 也要返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